美最新情報 普京因癌症末期 4月曾接受治療 習近平與反對派的生死搏鬥越演越烈 上海又出狂窄 解封不到一天又被封控 李克強連日政策急轉彎 一旦翻車恐被拿下 六四三十三週年之際 北京爆發集體抗議事件 據美國左媒新聞週刊2日報導 美國情報單位5月完成的一份機密報告披露 普京已是癌症末期 4月接受治療後恢復公開良相 由於普京與外界隔絕 很難精準評估它的現狀 報導說看過這份機密文件的三名高層官員 包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美國國防情報局 以及美國空軍退役將領 力明接受新聞週刊訪問的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官員稱 受到俄烏戰爭影響 最頂尖的美國情報尖兵 很難再取消息 而普京只與極少數外國元首會面 透過面對面接觸來取得內幕線索的機會被撤斷了 能夠直接取悅這份機密報告的一位高層情報主管說 普京仍然穩找權力 但是不再絕對 克里姆林宮呈現前所未有的緊張氣氛 普京今年2月7日 隔著長台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 被情報界視為衡量 普京健康狀況是否惡化的基準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官員稱 我們注意到普京在這場會伍中沒有握手 也沒有親切擁抱 而法國情報單位從這場會面 以及馬克龍訪問俄國之行收集到很多線索 普京4月21日與俄國國防部長邵伊古使用小卓開會 在此之前 普京已有一段時間未公開露面 普京在這場會議照片中顯得沒精打采 右手還抓著桌子 當時傳出普京可能是有柏金信證等留言 美國情報單位交給白宮的報告說 普京健康出現問題 甚至可能病危 也可能是他的健康早就走下坡 但是因為疫情長期隔離 至今才被外界發現 普京在5月9日勝利日亮相後 美國情報單位綜合研判 普京狀況比先前評估還要嚴重 而俄軍在烏克蘭則陷入膠著 中共今年二十大之前的北戴河會議很不尋常 因為各種政治異議與傳聞未曾間斷 習干兩大派系的生死搏鬥也已經進入決戰階段 現在距離二十大還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北京當局流出多宗人事變動消息 5月28日 中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 將功空幹天津市 代替死在任上的市長廖國勳 由於前後兩任市長歸屬於不同派系 外界認為這是剛派奪下了習派的地盤 廖國勳曾在貴州擔任省常委 先後與律戰書趙克志兩位省委書記共事 在浙江任省常委與組織部長時 頂頭上司就是夏寶龍 因此被視為浙江新軍的的系人馬 而張公曾任北京市副市長 但在習派大將蔡奇任北京市委書記後 將被調至總工會副主席 這個不重要的冷板衙門坐板燈 直至2020年才任國家監管局長蔣實權 另據《明報》報道 現任中共公安部黨委書記黃小紅 將接替已屆屆69歲之齡的趙克志 出任公安部長 現年65歲的黃小紅 一直被視為習近平的親信 在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 黃小紅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 黃小紅一路升遷 先從廈門市公安局長升任河南省公安廳 3年後再調任北京市公安局長 今年1月 公安部成立肅稱孫力軍政治團火專項小組 又還小紅主爪 鑑於中共高層內鬥激烈 政治局勢動盪不定 習近平和江派的生死搏鬥越演越烈 目前仍然存在變數 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後才會有答案 上海經過2個月的疫情封控後 在6月1日照射解封 不料解封21小時後 上海再次爆出黃炸 各地又驚然多例陽性病例 6月2日晚多個居委會又發布封控通知 上海民眾無奈感嘆道 今年想過舒坦日子恐怕沒那麼容易了 有微信群聊天記錄顯示 上海地鐵站內出現陽性病例 要求所有人員盡快回家做核酸 並稱今天值班的人可能很遠 按當局的動態清零政策 同乘一班地鐵為時空伴隨者 歸類為物接或次物接者 需要住進方艙、外地或居家隔離 據推特上海網友傳出的各類最新視頻顯示 6月2日各區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再次封控 有網友拍下上海衛南鎮周等北門停住多兩大巴車 很多大伯站在街上 視頻上傳者提示這裡是居民在等待被拉到旁邊的地點 上海最繁華的徐匯區也再次被封 當局總將陽性居民的家門口封住 6月2日晚上8點半 上海葡萄奇安路發現陽性病例後 大量居民被突然原地隔離 兆風路交界被鐵板牆和鐵翅龍雙重封控隔離 上海多個居委會也在6月2日發布 告居民書稱 因發現核酸陽性者出現在本核區內活動 需要對區內人員和環境再次進行兩次核酸檢測 需要居民做到足不出戶 直到核酸檢測結果出來 快遞只能放在小區門口的置物架上 核區內各原街商鋪暫停營業 中紀委在對江蘇省委員副書記張敬華 5月31日的通報中出現了一個罕見的罪名 威謀求個人進步搞經濟數據造假 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 在張敬華被商開的前一日5月30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召開了統計造假不收手 不收斂問題專項9字工作動員部署視頻會議 外界指出 很顯然張敬華經濟數據造假 和統計局突然部署的打擊統計造假專項行動是相關聯的 眾所周知 中共當前的經濟非常不妙 不妙的程度究竟有多糟糕 從李克強頻頻高調良相大喊救經濟 以及10萬人大會這種規模空前的動作中 可以感到這次的危機恐怕不同以往 6月1日李克強再度喊話穩經濟 有台媒分析李克強連日來政策急轉彎 假如疫情再起恐怕會被抽取追究責任 李克強在穩經濟的相關政策中 首先要全面篩查 讓市場主體和民眾應知盡知 會議還要求中共國務院派扶十二省的督查組要進化形成報告 對政策落實中的問題予以通報 這是最近10天內中共國務院三度開會部署穩經濟的相關政策 在上月末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李克強已經宣布實施六方面三十三行措施 目的亦為了穩經濟 在稍早前的10萬人大會上 李克強曾經警告如今中國的經濟危機比兩年前更嚴重 必須避免經濟在第二季出現衰退 而且李克強透露國父以兇公開對各級官員說 除非再有特大自然災害 還有一筆總預備費 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台灣經濟藥報》6月2日評論文章稱 李克強的33項措施還在陸續推行 能否在第三季實現穩真獎、穩經濟、保就業的成效 現在誰也不敢說 假若疫情如果再起 恐怕會被追責 而這個絕對會牽動10月下旬 中共二十大的議程與人事、政策的安排 李克強的急轉彎 一個不小心自己恐怕會翻車 六四事件33週年之際 北京紀所大學近期相繼爆發學生集體抗議事件 原因是不滿政府極端防疫措施 雖然事後校方作出回應 但是緊張情緒似乎仍然存在 據德國之星6月3日報道 人權觀察組織資深中國研究員黃亞秋表示 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情況並不是太糟糕的情況下 都會選擇自我審查 當有一些人在校園抗議防疫政策時 這說明大家覺得政策問題已經到了不可理喻 因此他們才要反抗 這顯示出學生的憤怒程度 黃亞秋說1989年的六四事件 是為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價值 而現在的抗爭內容則是針對生活議題 這說明中國當時公民社會的空間比現在大得多 中國人權律師騰彪表示 最近一些在中國大學校園中的抗爭也非常不容易 也是值得肯定的 雖然他們並未直接針對政治體制 但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抗爭 譚彪指出 中共政府過去幾年利用高科技與現代技術監督公民社會 疫情這幾年更累積了很多控制社會流動的經驗 雖然在疫情初期中共並未想到這樣做 但隨著兩年半的超長且激進的管控 令其意識到這是強而有力的維穩手段 騰彪推測 即便疫情結束 這套防疫措施也會持續 中共會將這個政治例外時刻當作一個常態 用健康碼這些東西來嚴密的控制社會 也會藉著疫情測試民眾的服從性 人民如果不服從 他們就將人民隨便關起來 他還補充說 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無所不在的暴政下 人們如何自知和自救 有很多人仍然不斷努力 也確有一些有成效的事件 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